我觉得陆欣妍这个称呼 太生疏了 在讲你什么 讲看看 梁梁 你轻微眼 她一会儿睫毛都擦掉了 梁总 看来这婚礼没有感动翟绿啊 梁总很感动 感动是感动 但是一想着 过几天的七一馆赛 结果就要出来了 这马上就要看不到翟绿了 心里还会有点小失落呢 怎么 郁总要离开节目了 你就那么有信心留下 我还期待 能跟郁总一起留在节目里呢 清如 后面节目组还有什么安排吗 今天的安排就没有了 下次再拍摄也是下周末了 最近 大家都辛苦了 回去好好休息吧 对了 那边有一个船屋酒店 用渔船改的房间 不行 那不就去考察一下 许总监都发话了 那当然要去啊 你的答案我猜到了 你去 那边有一个 丽总 那边有一个船屋酒店 嗯 你要不要一块儿去啊 我不去 看见你们家陆总就烦了 我 詹律 你要不要留下來 我律總還有事 就先不去了 黃冰的事情才剛剛結束 我明天還有個報告要交 我就先回去了吧 我 我 我明天有個活動 你們就好好玩 我一會兒也就先走了 不不去啊 就咱們四個 到 我 人家商議好真是有原因的 行了 感受吧 走了啊 好好感受 好好感受 我們兩個出意見 就這麼公開了 他們都知道了 你不高興 不敢相信 所以我們現在算是 公開的男女朋友了 考驗期階段 不懂 男朋友預備飲 哪個房間 哦 那邊 怎麼了 怎麼了 想吃宵夜了 你干吗 我现在是预备一男友 你是不是得做出一点改变了 什么改变 我觉得陆欣妍这个称呼 太生疏了 那叫你什么 叫哥哥 叫不出口 我本来就比你大 为什么叫不出口 阿珠 叫哥哥 新颜 那以后就叫你新颜吧 叫哥哥 那你如果连这个称呼都不喜欢的话 那我就叫你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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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新颜就新颜 新颜就新颜 这一句话 我说你什么事 感谢观看